朋友们好,最近刷视频经常刷到一些刚刚一家学语,话还没有说清楚 还有的是蹒跚学步,走路都还未走稳的一些可爱的小宝宝们的视频 哎呀,看到他们那种特别可爱 而且眼神当中充满了一种迷惑 充满了那种神奇,看到什么东西都特别好奇的小宝宝们 看到他们太可爱了 恨不得透过屏幕把手伸过去掐一下他们的小脸蛋 太可爱了 而且在他们的嘴里会经常爆出我们出人意料的那种金句 说出来以后感觉太可乐了 这些孩子真是童真无邪 他们什么还都不懂 在他们嘴里爆出来那个金句 让我们捧腹大笑 然后呢,既然刷到这种视频以后 这个平台它就会时常的给你推送这种小视频 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我们现在有很多宝妈宝爸 把自己的小宝贝刻意的编撰成一些段子 然后呢,录成小视频 开始看的时候啊,还感觉特别有趣 感觉出来了这些宝宝们 他们那种童真,那种童趣 让我们感觉耳目一新 可是慢慢刷着刷着呢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感觉这些孩子呀 他们是在父母的这种培养下 按照剧本啊 我一句,我教你一句 然后在屏幕前说一句 我教一句 然后孩子在屏幕前说一句 但这个时候就感觉有一种表演的痕迹 那么这种这个情况啊 您喜不喜欢 其实我呢,并不否定 让孩子从小培养他一个表达和表演的这种能力 可是呢,如果让一个孩子很懵懂的 然后强加性的 去给孩子灌输这种剧本式的这种表演 我有一点点的不太喜欢 当然了,有一些家长呢 从小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 可能是有一方面的兴趣培养 或者是想让孩子未来能从事这种表演的这种学习 我认为这个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我在这个刷视频的过程当中啊 发现了大量的这种视频 我不知道这种教育方法 还有我们家长的这种对孩子的期许 未来能不能达成 还有呢,我感觉有一点点的 如果让孩子从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年纪 然后呢,拍成这种小段子 我感觉似乎有一些不妥 还有一些人呢 做的一些作品呢 只是为了吸引眼球 因为那些话 那些事儿 并不是孩子真实内心的一种体现 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啊 对于我的这个 对于我的这种想法啊 和我的这个观点不是很认同 但是我们就想 这个让孩子玩一玩 或者给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等他大了以后呢 再看一看刷刷视频 你看这是你小时候多么可爱 我认为这点也是无可厚非的啊 这个我认为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总有一点感觉是什么呢 有一些像哭的啊 还有一些让孩子眼睛里含着泪圈的 那种表演模式啊 孩子学习的那种情节 有一些过于的失真 因为我认为让孩子在屏幕上表达出来 应该是孩子真实的一种情感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剧本啊 不应该给到孩子 因为让他接触了这么早 这种东西对他未来的这种培养 我认为是很不利的 可能朋友们对于我的这种观点呢 有一些说你有点吹毛秋思 可能吧 可能是我相对来说偏传统一点 但是呢 我想表达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 从小给孩子培养的 就是从事娱乐圈 从小就给孩子锁定到这个行业里面去 如果这些家长是抱着这种心态啊 我认为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 还有呢 就是有一些是过早的给孩子设定了这么一个门槛 这样的话 对孩子未来的一个发展啊 是非常非常不利 可能孩子很小 他不懂得这些东西 他会随着你的剧本走 但是孩子再大一些以后 如果您还在强加给 您灌输给他的一些概念 或者给他设定了一个路线 那么这样对不对呢 我认为如果按照宏观的这个角度啊 没有错 因为我们父母给他 从小给他进行一个铺垫 这个没有问题 可但是您给他设定的这个目标 与他未来或者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有一些其他的形成了一个主观 自己的一个判断 那么您还在按照这个剧本走 那么对孩子就是一个大大的不利 更重要的一点 我想阐述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 把娱乐圈从事表演啊 歌唱啊等等 这些东西想的太简单了 我想在这个角度入手 让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啊 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概念 大家认为从小啊 我给他录个小视频 或者给他设定一个剧本 让他按照我的剧本往前走 这样的话 我对他讲了以后报考这种表演了 或者说是这种这个那个歌唱啊 我这些东西不太懂啊 认为好像是我们从小在培养 但是这个角度 我认为这个出发点就是大错而特错 因为得看您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如果您以为说从事这个演艺圈啊 它是一个很简单 而且对文化课要求不是很高 另外呢 您的出发点是这个赚钱多 您从小给他讲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表演 你一定把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唱歌啊跳舞啊 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学好 因为什么 因为这玩意长大了以后 能成名成外 你能赚大钱 你看看电视上那些的 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所以说我认为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 就是在孩子出始的时候 您给他设定的这个目标 您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您的观点就已经在慢慢的引导孩子 学习是次之 你的表演未来赚大钱 成名成外 这个是错误的 那么如果在这种观点的灌输之下 孩子他哪怕是他表演的特别好 哪怕是他歌唱的特别好 但是对他的内心的内心的这种培养是一种错误 因为他很有可能把他从小练成的这种表演用到对付你的身上 当然这是一句开玩笑 所以说我想通过这个视频告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您的出发点 您自己的设定的这个目标 是否是真的在为孩子考虑还是出于自己的一己之私 我们很多家长都是 为什么从小就开始培养他这 培养他那 报这个班 报那个兴趣班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很多成年人 我们自己小时候所期望的那个目标没有达成 所以我们很多的一家长呢 就把自己没有达成那种心愿 一股心血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 那么您这种培养模式 无异于是拔苗助长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给孩子从小内心当中种下一颗很不好的种子 这才是我真正的想说的一个观点